1978年是以转折的年份载入史册的 为什么说这一年是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呢 因为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么三中全会的召开 它也有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首先从一篇文章说起 这篇文章就是在1978年5月11日 在光明日报头版 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 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题目就是实现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分四个部分 第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现 第二理论与实现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第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时间来检验真理的榜样 第四就是说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 时间的检验 文章明确地提出 实现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在光明日报发了这篇文章以后 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纸 纷纷地进行了转转 后来又有全国的各大报纸进行了一些转转 那么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原理 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许多干部群众都纷纷赞成这个文章的观点 并要求按照实践的标准 去处理一些大量的历史的遗留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赞成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篇文章刚发表的时候 邓小平没有注意到 后来是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 争论得很激烈 所以他就找来了专门地读了一下 他读了以后 在5月19日 他接见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时候 就明确表示 他说文章符合马克思练军主义 搬不倒 在中央的高层领导当中 应该说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 明确表态的 在5月30日 邓小平在同胡乔木啊 几位负责同志啊 准备这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讲话的时候 他就明确地说 要讲真理标准问题 他说我在这次会上要发言 要着重讲实事求是 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 根本观点 根本方法 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呀 就是实事求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央啊 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那么在筹备这个会议的时候呢 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邓小平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 就更坚定 说一定要讲这个真理标准讨论 他说这是一种思潮 反对这样一个讨论呢 实际上是思想僵化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6月2日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明确地指出 说实事求是啊 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 根本点 他批评一些同志啊 说天天讲毛泽东的思想 却往往忘记了 甚至抛弃了 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根本方法 邓小平的讲话 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应该说在全国啊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啊 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第二天 也就是六月三日 人民日报 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 毛主席实事求是 光辉思想为题 详细介绍了 邓小平六月二日的讲话 六月六日 这个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又在第一版 全文发表了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对于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 这样一种讨论啊 应该说是起到了 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 讨论的不断地深入 邓小平对一些同志啊 思想不解放 制造障碍 也提出了拼品 后来呢 他也高度评价了中央党校 一些同事理论功德的同志 他们的这个文章啊 水平很高 可以有了充分的肯定 邓小平一方面 是批评那些 是想不解放的人 那么另一方面 宣传 鼓务 支持了那些 自想解放的同志 应该说 这样一式的谈话 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表明一个明确的态度 坚定地来支持这场讨论 所以 应该说邓小平是支持 并且领导了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 中央党校的负责同志 又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 这些文章不断地 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来发表 把这个讨论啊 进一步地引向深入 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最基本原则的一文当中 稀薄了对于真理标准 讨论的一些质疑 对于一些不卷入 不介入的一些杂志呢 也进行了一些批评 使这种讨论啊 开始啊 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在这个1978年9月上旬 李先念 在国务院误会局会上指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个肯定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 他强调了我们要解放思想 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从1978年6月到11月 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 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 党政领导机关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 各大军区的大多数的负责人 以及更多的这个理论工作者 纷纷地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并撰写文章发表谈话 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 唯一标准这样的观点 截止到1978年底 全国中央及其省市的报刊 共刊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讨论的文章达到650多篇 形成了一个以理论界为主力 波及到全国 影响到各界 人人关心的一个全民讨论的热潮 透明致階段